特別錄那個被打的 會不會還那麼奇怪呢 我們詢問一下這個案子 現在目前進行的狀況 因為你們都把我們撤回 都不受理 是不是 你管轄的台北地院 不受理 我看這個報紙上面的報導 我想請你把這個案子 整個完整的給本期 你不要看報紙啦 你怎麼會看報紙 你是秘書長 我不可能每一個案件去 各案各案去追蹤 我不可能是這樣是追蹤的 因為委員是立法委員 所以報紙上會對這一件 有特別的報導 他說台北地院不受理的判決 送給檢察官以後 檢察官認為應該提起公訴 並且在2月10日開始偵查 開始偵查庭 所以你是認為也是應該要這樣子做 送給你 如果認為是同一案件的話 當然就平安偵查 這麼久的時間 我再問你 這個324當天 警察是用警棍 腳是穿著鐵靴 這樣子全副武裝的震報裝備 來對付 前往到這個行政院 他去做抗議也好 或是說去聲援也好的 這些學生跟民眾 他們手上只有手機 有的大概只有照相機而已 我想請問你 這個是不是嚴重的違反 比例原則 還有馬政府 一再地宣示 國際人權公約 這依公約 警方對於沒有武器的民眾 亦不得持用武器 因此造成學生民眾受傷 國家有賠償的責任 秘書長你同意嗎 你同意本席所說的嗎 這個個案已經在偵查中了 這不是個案 這個數百位的民眾 還有學生 所以說 那本席剛才有講到 就是這些學生民眾 他們是手無寸鐵 那根據 這個馬英九總統 所宣示的國際兩公約 警方在面對 沒有武器的民眾的時候 亦不得持有武器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到 我不知道你們的 這些法官有沒有去讀到 那一旦我們看到 這些員警 是用這麼重裝備 去對付 手無寸鐵的民眾的時候 國家有沒有賠償的責任 你同意國家有賠償的責任嗎 你這些小孩 這些青年朋友 民眾白挨打了嗎 還是他們本來就 他們活該 不會不會吧 按照國際人權公約 而且你武器武力要相當啊 這是完全不相當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知道 我想你看到電視的畫面 你應該多少都會看到啊 本習當時候在現場 是一個怎麼樣混亂的場面 警方是完全失控啊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看到 應該要有公權力的 司法站出來 我只問你嘛 你認為國家有沒有 對這些學生民眾他們受害 有沒有要負這個國家賠償的責任 你覺得應不應該 你要看有沒有符合這個國家賠償的要件嗎 我剛才跟你說的 你聽不 我剛才跟你說一個是全副武裝的暴力震暴裝嘛 一個是就是像穿的牛仔褲 帶支手機啊 帶個照相機啊 的學生啊 還有民眾 然後還可能非常的稚嫩啊 一旦這樣子造成民眾學生的受傷 國家有沒有賠償的責任 應不應該要賠償 這些學生是白哀了嗎 這些大人是怎麼做事的 這些政府官員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會造成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民眾有意見 對 他們 你們說他們闖入 但是 這個源頭還是來自政府啦 這個我們不談 但是現在本期只要跟你問嘛 一個是正報裝嘛 一個是手無寸鐵啊 牛仔裝啊 只穿一件牛仔褲啊 襯衫啊 戴支手機啊 他們能做什麼 手機可以置人 置人於死嗎 但是警方是毆打頭部啊 本期也是被毆打頭部啊 毆打頭部 我想你這法律專業 因為您知道啊 這是智人於死欸 那不要談我啦 這麼多學生民眾啊 他們也都被毆打頭部啊 把揪丁管縫了好多針的 在在都是啊 國家有沒有 應該要負起國家賠償的責任嘛 他們犯的法 他們會自己去致負嘛 但是國家這樣子的行為 應不應該要國家賠償啊 你是專家啊 你這個是有可能射送的一個案件喔 不管是行政處分 司法處分 現實是 行政無處理 舒緩也無處理 我只問說 對這種的工作 這種的事情 有沒有國家應該要賠償的責任嘛 根據國際人權兩公約啊 警方面對無武器的民眾 亦不得持用武器 因此造成民眾受傷者 國家有賠償的責任嘛 你同不同意嘛 我只問你這樣 你同不同意嘛 這是國際人權的規範嘛 那如果說這個受傷的 所以我們不是一個有國際人權的地方嗎 這個國家 中華民國沒有國際人權嗎 沒有要按照這樣走嗎 如果這些抗議的受傷的民眾 認為說要請求國家賠償 他要提出來嘛 司法是被動的 司法沒有辦法主動來請 那你認為有沒有 他們 國家有沒有要有責任嗎 我只是其實我問你的意見 其實我想了解像你們這樣專業的 專業的這樣子在看 看這些法律看了數十年 這個案子 當然也是第一拜化身啦 但是你去看他這個非常的不相當啊 過去在威權時代 威權時代的很多人權的案子 我們都還沒有繼續追啊 這個就發生在去年啦 離我們這麼近啊 距離我們這麼近 我們都還可以完全不在乎 當作沒看到 當作不知道的話 那我不曉得這個國家 還號稱民主國家 這要怎麼走下去啦 民主要有法治啊 法治之不章 民主何以為國啊 我只是問專業的您啊 您這麼專業 兩兆這麼不相當 國家喔 這是國家公權力喔 今天不是說兩邊的黑道 還是什麼兩邊在打架耶 今天不是這個喔 那今天也不要說打到我國會議員了啦 我問你這些民眾 民眾喔 沒有武器 警方 全副武裝 這樣就打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不用賠償 這很清楚嘛 這這麼清楚嘛 國家應該要主動去做這樣的一個提起嘛 司法 你要請求國賠的話 你一定要提出來請求 那我問你說你同意嗎 我沒有說要人家 我只問你說這整個案子 這樣聽起來 本席這樣也跟你講了 也讓國際公約讓你知道了 你同意嗎 你同意其實國家應該對這些受害的 受傷的民眾 要有賠償的責任嗎 你已經變成一個個案 即將變成一個個案的話 我就不變在這邊 來就個案來表態 沒有即將要變個案 全部都被你們病案 全部都被你們病到不知道哪裡去了 這不是個案 好 謝謝 這是通案啊 就是未來警方 還可不可以這樣子面對手無寸鐵的民眾 再這樣打嘛 不管發生什麼樣的情況嘛 這怎麼會是個案呢 秘書長 你一直講個案 那未來 立法委員 如果去那邊去安撫 也被打 也被警方打 這是個案嗎 這不是個案啊 賣三美東用個案 當作都沒有事情 你的個案你把它處理得宜 將會變成通案啊 大家以後會有所準則啊 對不對 行事準則嘛 公務員就是按照 按照規則 按照法律來做事嘛 現在就是無法無天啊 無法無天啊 只有你們還不為 接著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不曉得啊 會有再多大的抗爭 我們也不知道啊 這被打的國會議員 不會只有台聯的議員而已啊 不會只有台聯的國會議員 也有可能會是國民黨的國會議員啊 這是通案啊 不是個案 秘書長 請記住 請記住